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又見面了 今天小編要來介紹的是 經典九大類中的第八類 藝品呢是我們經典九大類裡面 蠻重要的一項分類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動物系列 而且要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告訴大家這一些藝品 可以擺放在哪個地方 或適合擺放在哪個地方 小編先從旁邊的這一隻看門狗說起 中國古話一直說狗來富狗來富 狗呢在中國傳統的象徵來說 除了忠誠以外也是財富的象徵 但是現在很多的公寓或者是住商大樓 其實是沒有辦法在室內養寵物的 所以如果喜歡狗 但是又在住商大樓工作的朋友呢 可以試著在門口把一隻中心的開門狗 為你帶來財富喔 那我們就往下一個動物前進囉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一頭大象 象在中國的古字諧音名吉祥的祥 所以大象一直是吉祥的表征 所以如果買了這隻大象放在客廳裡面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會眼如巨是老鷹的代名詞 在挑選老鷹的時候切記 雙翼都要向上不能雙翼朝下喔 這隻會眼如巨的老鷹很適合從商者或者是專業的投資人員放在書房裡面當擺設喔 下一個呢 是我們的吉祥物 小豬 豬一直以來呢 都是福氣跟幸福的象徵 所以小豬也很適合在家裡擺設喔 今天介紹的四樣商品大家喜不喜歡呢 如果回想很熱烈 我們還會再推出其他的四種動物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